再来就是一个应该是相对 比较让人家觉得安心的一个消息 我们第一例的确诊案例已经出院了 不过他非常想跟社会讲一下话 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台湾首例 被确诊的女台商已经康复出院 这名台商以录音档和手写信 感谢医疗团队和防疫团队 谈到自己被确诊 这名台商声音中带着激动的哽咽 在录音中 台商感谢医疗人员细心耐心的协助 也感叹在大陆得不到好的医疗照顾 对比之下台湾人显得很幸福 防毒武汉肺炎 台湾用完整的防疫网全面警戒 这名台商在信中也指出 在飞机上关键的广播 提醒旅客身体不适要反应 让他救了自己一命 没有危害到其他人 这名台商以自己的经验向台湾人喊话 台湾人其实很幸福 但是如果能抱怨少一点 我觉得大家的快乐应该会多一点 国人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听话要做 你会说 你怎么这样说 真的 我觉得在防疫这件事情上 不是打口水战 机管局给到大家的建议 我觉得大家要做 这个防疫漏洞要大家一起来补起来 针对这名个案 作为疫情指挥官的陈时中 感性表示 是很珍贵的经验 并指出 听话照做是过来人的想法 照着中央相关的指示 是历人历己 新唐人亚太电视 池千里黄晏林 台湾特别报导 发生了一堆 过来人的航拍摄